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期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接下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沙娜老师 欢迎 来自华裔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曲薇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 图类 图老师 欢迎 好了 来准一下 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女朋友 最近年变化特别大 越来越幼稚 就跟走火入魔一样 我是一人再人 但现在我是受不了她 我是有一些变化 可是我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呀 她应该更爱我才对呀 或者至少应该为我高兴呀 我心很软 这次来我就是想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做了一些准备 我希望她能够做出改变 如果她还是这样 我们俩还是算了吧 她越来越嫌弃我 跟以前一点也不一样了 现在还对不起分手吗 因为就是她病了 掌声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宇 22岁 来自河北学生 小程 22岁 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女朋友啊 对 显得好小啊 这个上场的时候就22岁 那是大学同学吗 对 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同班 对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好了多久了 好了快两年了吧 当时喜欢你姑娘什么呀 一开始就是喜欢她这种可爱 可爱 然后她是一个挺天真 然后还有一点幼稚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这一点确实挺吸引我的 然后跟她表白了 后来就在一起了 那她现在怎么了 你不喜欢了 就没有觉得她现在变得很怪吗 就是 以前是走那种可爱风 我不是变得更可爱了吗 以前是走那种可爱风 就是很清纯的那种 后来她就变了 自自能通过了一些事吧 然后就是认识了一些朋友以后 就完全把她已经改到另一条方向 不是 她认识了什么朋友啊 就是大学里就是有个动漫社嘛 她就去参加了一个社团 然后认识了一些朋友 她就变成这样了 就整天传这种 就稀奇古怪 就我就觉得乱七八糟 就是花里胡哨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生活里就这么穿吗 不是 有照片吗 我真的是咬了后糙牙 就是手挤了点照片 平常就这么穿啊 这就是日常 这是日常啊 姑娘 我日常时候不戴假发 拍照才戴假发是吧 但是衣服是日常就这么穿是吧 是 那你这叫什么呢 就是这种穿法 我们老年人也不懂啊 就是 小洋装嘛 小洋装 小洋装啊 不是那种cosplay是吧 不是 不是那跟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 这个呢 就是从欧洲的洛克克时期的 那种小礼服穿过来的 然后穿到日本那边 然后由他们更推广起来 流行起来一种穿衣风格 行 其实就是 一开始因为它不是这样的事的嘛 就是后来 你一开始也说我可爱呀 去年的时候吧 去年的时候它加了那个社团 然后认识了一个 就可以说是那个社团的社长 然后俩人就加了好友嘛 男社长 女社长 男的 然后加了好友以后 他俩就跟相识多年的老友一样 就是一见如故 就开始天天聊天 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就是我俩出去约会 永远低着头那儿玩手机 就咔咔咔在那点键盘 跟他聊天 就我就特别生气 就跟我出去约会 然后跟另外一个男的 在那儿聊天 我们不是有正事吗 你们那有啥正事啊 就 你跟我约会是正事 还是跟他聊天 他是正事啊 那就是有正事才跟他聊天啊 不是 你们聊些什么正事姑娘 就是我 我们社长 我跟他一起学摄影嘛 哦 学摄影叫正事啊 那只是爱好 那不是正事 那爱好也是正事 那你跟你们社长学摄影快乐吗 那肯定快乐呀 比跟我在一起都快乐 那能够快乐吗 快乐吗 跟你在一起快乐 哦 你看跟你在一起快乐 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给社长回这微信最快乐 嗯 不是 哦 不是 那干嘛跟他在一起 要给社长回微信呢 嗯 我觉得这样有礼貌 行行行 哎呦 你这姑娘哦 这真的是啊 我就是亲眼见证了一天一天 就是他俩从那个小火苗到大火花 从小木船到大巨轮 对对 你指的那个小火苗到大火花 就是QQ聊天 就是那个好友关系嘛 他确实也没聊什么过分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男的 我就是受不了 就是就一个异性天天找他聊 他肯定是对那个男的没意思 但是那个男的对他有没有意思 我想就是谁都知道 行 关于醋的问题 咱们先放到这儿 已经闻到浓浓浓醋味了 他穿这个衣服 也是因为跟那个社长聊天之后 穿的吗 对 那个男的时候他这么穿可爱 下面的关系 是因为他在这儿 就这儿会想出现了 这儿在看着 他也会说 我们有个人的那个 大人的观众 就是这个人的 因为你怎么才能懂得 然后你无人也认识 我看着 也是 是 有些人的 有些人的 那为啥吃泡面呢 卖褻子 你觉得我挺喜欢吃泡面是吧 我给你买了不同口味的 每个月都换 这姑娘啊 她现在就是穿这种衣服 不光她穿 那个社长那个男的 还约她出去拍照 就约拍嘛 俩人依正言辞的理由 你说我也没啥可拒绝的 那我让你和我一起拍 你又不想和我一起拍 不是 我干啥去啊 我给你俩拎包啊 看你俩那儿拍 我那儿拎包 我电脑泡了 我就觉得可过分了 我问一句啊 她是今天在这舞台上 故意地有点夸张的来着 还是她在现实生活里就这样 那得分时候 你要跟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不是这样 但是自从就是变成这样 她就天天这样 就是她现在是一个生活常态了 不是在我们舞台上这样 是这意思吗 对 她是生活常态 你说句实话 你那些哥们设友什么的 怎么看你女朋友 在我看来就是嘲讽 嘲讽我 就有时候我俩一起出去的时候 就会吸引周围人的目光 就让我特别不爽 就回头率特高是吧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 人别回头是看我 又不是看你 不是 他是说看你 他不好意思 听懂我说 看你我乐意吗 就一堆人看你我乐意吗 看我你为什么不好意思呀 就这种讲不通道理就是 你男朋友现在对你好吗姑娘 他对我好 怎么对你好呢 让我买裙子 其实泡面也得给你买裙子 好好好 就这么老跟你撒娇啊 对 其实你要说撒娇还好 就是说得直白点 就是左 现在就是他走这种风格以后啊 我俩就吵架 之前你说我可爱的 我俩吵架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 你像以前他生气吧 你像我哄哄就好了 逗呗呗呗 讲个段子好了 现在不行 现在就是一生气 不发红包就解决不了 然后他这个发的红包的金额 还跟他生气的大小有关 就生的小气 发个五块二毛一 十三块一毛四 就对付过去了 你要真是那种 哇 特别气 然后大事的话 都得二百块钱 那你给我发红包 也是咱们两个花吗 你给我谁俩呢 给你发红包 那钱去哪儿了 你不知道吗 最后不都 全都买裙子了吗 买裙子我就高兴了 你就不用再哄我了 我现在就不知道啊 他跟我生气到底是 为了生气而生气 还是为了买裙子 然后故意跟我生气 我就一不小心就 他就生气了 感觉他跟我下的套一样 他是在你一个人面前这样 还是对所有的这个 都是这样 他一开始是 就在我一个人面前这样 后来就是 就逮谁就是这样 就走火入魔了 就是境界一层比一层高 是这样吗 姑娘 我觉得我是越来越可爱了 不是 你能好好跟我说话吗 我平常就是这么说话的 我都求了他好几个月了 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有的时候 我俩出去约会嘛 就是去逛个超市啥的 然后就是架子上面 就那个零食嘛 他不够矮吗 他够不着 然后我说我够吧 我大边我咔一下够下来了 不 非不 让我蹲下 非要骑我和上他来够 为啥呢 我也问他就为啥呀 你说公共常识啊 对吧 那大爷大妈都旁边看着 我就觉得他不合理 为啥呢 姑娘 然后就非要骑 这样我就能够着东西了吗 谁够不都一样 为什么非你够吗 叫什么劲呢 我就想自己够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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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够东西还有其他事 就是我们学校不会 经常就是举办一些活动 晚会啥的 然后就是看演出嘛 他也看不见 我说看不见 咱俩往前挤起是吧 我给你开道 咱往前挤起 还不 还是要骑我脖子上 这全都是同学 熟人 老师们 就骑我脖子上 非要看 不是 你让他骑吗 我不让骑那行吗 那一升骑不又得二百呀 我是真没钱了 那不骑也得骑 那骑上 我看不见 不是 把我挤坏了怎么办呀 那三个步骑我脑袋顶上 就逛超市 就各种事骑我脑袋顶上 不是你底座还是啥呀 就是你一天到晚 都对安恶脖子上什么 我就特不理解 姑娘 我觉得你穿洋装 我也可以理解 你为什么老要骑人家 我就想我脚崴了 他都能背我 那平常我够不着东西 被人挤着多难受呀 那你散步不就两个人 牵着手散步 干嘛要骑人脖子上呀 我想让他削削神 俩人散步光我削神了 我觉得整天就这种事 就让我特别难堪 我就真是受不了 所以你没有跟他 郑重地提出来说 再这样咱们要分手吗 每次提 他都以为我闹玩似的 然后这次不来了吗 希望就是各位老师 能帮我开导他一下 就是如果他是能改 我真的是挺喜欢他的 我也愿意和他在一起 但是他如果真改不了的话 我真的就忍不可忍 真是无须再忍了 我真的忍不了了 真的 姑娘 你跟我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 因为我之前特别宅 也没自信 就一个人在宿舍待着 然后他特别受欢迎 在我们学校篮球队里 我就想正好认识了一个人 他让我更可爱嘛 我就觉得有自信了 你现在是自信了 是吧 但是他好像不喜欢 你这个自信哦 我也不明白 我就觉得我是变得 更自信 更可爱了 他为什么就不喜欢我 还要跟我分手 行 那我再问问啊 就是你跟其他的男生 也这么说话吗 像跟我这样说话吗 他们会反感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些男的就 他傻子是特别喜欢他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为啥 他们怎么喜欢啊 就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 发朋友圈 发朋友圈发那种小视频 然后我都学不出来 就那种阴阴怪 发那种 你给我们来一下 我看什么叫阴阴阴怪 我们一起先梦叫 一起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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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就拉眼睛了这种 我就觉得特别尴尬 甚至有点油腻 我就说你这么一个 可爱的女孩子就 对 然后呢 然后就底下好友评论上 一堆点赞的 一堆疫情给她点赞 真可爱 真可爱 我肯定不舒服啊 我肯定不爽 后来他会配一些文字什么呀 就比如说 今天好想吃薯片啊 可惜没有人给我买 或者说好久没吃巧克力了 对吧 就发这种东西 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日常嘛 不超过一个礼拜啊 就有快递 从外地邮过来 就各种零食 我都不知道是谁邮的 那我也不知道是谁呀 你都不知道是谁 你就敢收啊 你不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 他们怎么知道你的联系方式 怎么知道你地址啊 那么多人都知道 我联系方式 同班同学都知道 我就算是就受不了他 这点就是一点防范心没有 我问问姑娘 你真觉得这样好吗 你想受吗 我觉得我比之前有自信了 行 让你脱下洋装 和让你放弃男朋友这件事 你二选一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呢 我想都选 只能选一个呢 咱们假设啊 我不想假设 他就跟我分手了 对啊 所以这是现实啊 你男朋友的意思是 让你别再这样了 你能做到吗 可是他让我男朋友 他应该理解我呀 你反而觉得是 他不理解你的行为了 是吗 行 大家看到了啊 这种有多久了 得有小一年了吧 这男生的忍耐力 还是不错的 我们一会儿听听老师们 怎么解决 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姑娘 穿上宫廷裙 就真的是公主了吗 是吗 不是吧 穿上宫廷裙 你就真的把自己 当成全宇宙的中心了 是吗 别人也必须要把你 当成全宇宙的中心 是吗 这是一个长到 二十多岁成熟的女孩 都应该明白的事情 别人夸我可爱 好 我保持 我想要让自己 更有自信 更有魅力 没错 可以 我通过一种方式来 让自己获得自信 但是凡事要适度 你明白这两个字吗 你现在的可爱 在我们看来 一点都不可爱 你居然能说出 方便面 我给你换着味儿的吃啊 我们追求自己的爱好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们不反对 但是你为你的兴趣爱好 为你的这个 你喜欢的东西 付出了什么 付出的是男朋友的钱啊 我自己也去兼职了 你自己也去兼职了 然后呢 那你不要花他的钱 你完全靠你自己啊 所以 我给你的结论是 在什么样的年纪 做什么样的事情 知道自己在哪儿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爱自己 好吗 谢谢 男生你能理解自己女朋友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吗 他的内心最需求点 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可能就是 一云以前 他是比较宅的一个女生 他可能接触了这个东西以后 他变得开朗 变得外向 我觉得这是好的 但是他可能走偏了 所以说我希望他能改正 对 首先你希望他能调整 不叫改正 对 但要从你的理解开始 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 骑在你肩上吗 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吗 他无时不刻希望别人关注 并且通过别人的关注称赞 来树立自己的信心 他在这个期间 他是快乐的 但是他会给你带来不适 因为你不接受 但他本质的需求 他是缺乏一个依靠 缺乏别人的认可 你觉得一个人的信心 是靠别人认可来得到的 其实这是错的 孩子 这些都是短期的 或者大家点赞很简单 给你送小吃很简单 夸你一句也很简单 但他无以长久地持续 支撑你自己信心的获得 如果脱掉这身衣服 穿上普普通通的衣服 你还会有这样的信心吗 你就没有了 可见这个信心 多么不堪一击 而在支撑你这所谓的 信心的这层盔甲的时候 你付出成本太多了 首先你付出的是 你现在不能承受的 经济方面的成本 谁知道 在你穿着这个光亮的 这个衣服的背后 是你每个月 都要和男朋友 一起来吃方便面 慢慢地你要付出了 什么成本 爱情的成本 他可不是看上 这套衣服之下的你 他是喜欢你的可爱 喜欢你的单纯 对不对 但是你看你在做什么 你在把它对你的爱 化成一个又一个的红包 然后去支付 一个一个不堪承受的这些 经济的压力 他支撑不起了 慢慢地你要为你 这所谓的信心 你把男朋友的爱情 也会支出去了 你再想一想 真正让自己的信心 建立的是什么 是你自己的力量 你的阳光 你的可爱 明白吗 不要把自己信心 依附于一个衣服上 不要把自己信心 依附于别人的赞美上 要把自己的信心 建立在自己 真正用的实力上 独立 有特点 在这个之下 你其实什么爱好 我们都是支持的 好吗 就这样 女生穿的这身衣服 叫洛丽塔 对吧 我为什么这么清楚 因为我有一个直女儿 她好多衣服都是这样的 这个洛丽塔的风格的服装 是源于少女想要长大 因为她可以露膝盖 可以梳腰 骑头帘 红嘴唇 是少女为了成熟 我直女十五岁 但是如果一个成熟的女性 硬要打扮成少女 你想想 她是什么心态 如果说你是为了 参加某一场活动 或者参加某一个盛典 穿成这样 那我看到其实有 三十多岁的这些妈妈们 也喜欢这样的打扮 但不是日常 你把它变成了日常 我特别希望你姑娘 好好去想想为什么 你其实不仅仅说 是为了树立自信心 而是你真的太自卑了 你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吸引别人的眼球吗 其实真正的 让我们不自卑的是 有内而外的美 你不能再去幻想 自己还是个小女孩 我不愿意长大 其实人的成长 就是要面对现实 我是什么样的年龄 我就做什么样的事 我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就接受自己 而且你需要 那么多人喜欢你吗 有一个爱你的男朋友 有几个知心的好朋友 还不够啊 我特别担心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会把时间荒废 会让自己的一切 变得很混乱 分不清现实和幻想中的 那个可爱的小女孩的样子 你要接受长大 不要自卑啊 其实你挺棒的 你看有个高高大大男孩 喜欢你 不要让他再失望了 好不好 男孩他今天能够 这样地去卖萌 这样地去往回来打扮 和你对他的不够关注 不够爱一定有关系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 我很无辜 我已经很努力了 但事实我们看到这个样子 他和男朋友不是没关系 也许你是找不到 怎么去爱他的方式 也许你是不够爱 总之你不能老怨他说 他怎么这个样子 既然和他相处了 这个关系中 你没有带他更自信 没有带他更成熟 你有责任 或许是能力 或者是方式 你也可以去反思 我希望你们都能 快点长大 好吗 谢谢 编导给我一张纸条 说女孩内心脆弱 让我说话婉转点 但我觉得 恰恰是生活当中 没有人直接跟你说出来 所以你才今时今日 习惯成这样 其实我觉得 你一点都不可爱 你是在卖弄可爱 姑娘看着我 我必须要帮帮你 我告诉你什么叫可爱 其实可爱 是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 比如说你刚才擦眼泪 但如果明明眼珠里面 没有眼泪 还要拿手指去那么擦一下 那就叫卖弄可爱 真正的可爱是真情流露 什么叫柔弱 柔弱是一个女人努力了 却依然做不到 那叫楚楚可怜 但是明明自己够得着 或者是能够做到一些事情 却偏偏要让别人来帮自己做 那就叫装柔弱 你明不明白 明明自己可以走 非要让别人扛着在肩上 明明可以拿个小凳子垫着 就能把行李箱送上去 偏偏要嗲嗲地说 帅哥能帮我一下吗 那就是在装风卖上 姑娘 我只想告诉你 什么叫真正的可爱 更何况女人的可爱 也并不简简单单是说 弱不禁风 很柔弱 其实有的时候 有些女人好强的样子 非常可爱 有些女人虽然说 身子很矮小 很瘦弱 但她却偏偏在危险的时候 能够去帮自己的男人挡风遮雨 去扛起生活的重任 往往这样的女人很可爱 所以 站起你的腰身 自己力所能及地 做自己的事情 你说呢 我要是你 我现在就把辫子给拆了 我要是你 我现在就好好说话 明白吗 你一开始肯定是喜欢这样的 你不喜欢她 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当你不喜欢了之后 你也没有像我这样跟她说 不命中问题的要害 不直端地去告诉她 你这样是不好的 你这样是会坏了自己 你依然是用一种 非常轻飘飘的方式 去指责她 你首先要自我反省才对 你没有这样的需要 她不会今时今日成为这个样子 明白了 作为她的男朋友 你应该成为她的一面镜子才是 好吗 听见了没有 姑娘 好好说话 就这样 姑娘 你们的关系里面有一种迷失 你自己的不自信有一种迷失 当然另外一种是你看到的一些现象也让你迷失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 偶尔打扮一下 参加个什么派对 你去这样 没关系 我觉得没事 但是请你在现实生活里面 就做一个最可爱的自己 即使这个男生不爱你也没关系 只要做一个最真实的自己 一定会有人爱你 听明白了吗 其他倒没什么了 你在这个阶段喜欢这样去做了 做得有点过了 调回来就好了 因为只要时间和场合对了 那个装扮就是最美的 今天可能不够美 因为时间和场合不对 好吗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 你是一个挺好的姑娘 我也相信你还是那个 就是有一点可爱 天真 幼稚的那个女孩 但是可能你现在走偏了 但是现在改还来得及 我希望你赶紧改 不管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在一起 我都希望你改 对 我希望你尽快成熟起来 我希望你能变得更好 不管你以后身边是不是我 我都希望你能变得更好 我希望你以后也能一直陪着我 希望我有时候会更成熟一些 你以后能认清现实吗 就把你这些东西抛掉 来 请亮灯 接下来是开枪时刻 你们看看你们这个记忆 各自带来了怎样的记忆吧 来 看一下 这姑娘好好说话 我就找一个比较普通的 你就是想把我也带上刀 如果是在一个大的化妆委会上面 我觉得没问题 你可以接受吗 对吧 但是现实生活里 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不赘述了 你为什么送一个这个呀 很明显吗 就是我希望 我们能像正常情侣一样 穿着正常的情侣装 一起去约会 然后散步 吃饭 看电影 而且上面写着CIO两个单词 再见的意思 就是我希望能再次见到那个 就是我最初喜欢的那个你 我希望你能变回去 行 听明白了 能变回来吗 自己去想吧 道理往哪里方向去变 也自己去想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 来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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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是吗 让他看看 让他看看 我把衣服换了 你都走了 头发也换 都换了 我相信这还是这个现场的结果吗 这衣服上不是说再见吗 再见有两种吗 再也不见 和又在一起见 没关系 生活就是这样的 那个 你记住啊 其实你现在这种感觉挺真实的 你这种感觉到让别人总想给你一个拥抱 但只要你恢复了真实 就不怕没有男孩子来找你的 好吗 还有想说的吗 没有就回去吧 谢谢你 我其实特别希望的不是说他把衣服换回来 而在这个换衣服行为的背后 他能够从心底来找到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让他真的去辨别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应该做怎样的事情 大概那叫成长 还是那句话啊 节目的结果只代表节目的一个瞬间和一种情绪 现实生活里怎么样 希望年轻人在现实生活当中获得真实的启发 来吧 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跟你在一起 我感觉给自己找了个小公主男朋友 你的那颗玻璃心真的让我不能承受其重 你总说我任性 但其实是不是你越来越不能包容我了 你希望整个地球都围着你转 可我们终会长大 总要走进社会 为什么不能改一改你的幼稚 今天我带给你的礼物 就是告诉你 玻璃心的男生也有闪光点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鱼22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刘22岁来自北京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一个学校同学是吗 是 咋认识的 我们是从学校网上论坛认识的 谈了几年了 两年 今天为何而来呢 就是因为他平时被家里边宠坏了 然后导致就是以为全世界都是他了 就眼里就没有别人了 然后他就是经不起批评 然后就是让我觉得这段感情挺累的 你先说说你这些具体的吧 说点具体的事 怎么就是世界中心了 我家里确实就是条件稍微好一点 就是爸妈有点惯着 但是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 然后他说我就是傻呀不干 就肩不能挑 那个手不能提 就我总不能扛石头水上楼啊 你现在你也不能上超市 什么东西都让我提吧 那次我不是生病了吗 你什么时候都有病 什么叫什么时候都有病啊 他就体热多病呢 什么时候都有病 那就是现在天是冷 我说能打车 咱不坐地铁公交 不挤那个去 他也不乐意 那合着人就坐地铁公交 都得冻死呗 还有那个吃那个 就大排档啥的 就他都爱吃那个 然后我就不想让他吃那个 他说不健康 我就说不吃 他也不乐意 我想吃 以前也吃过 合着我跟其他吃大排档的人 都得被毒死 咱都不说这个 就有一次 打完球战场地的事 我就把他叫过来了 就让他绑我 然后他回来 就跟我说了一大堆就 然后我俩就 因为这事还 就小吵了一下 你还好意思提呢 我都服服了 他给我打电话 让我下来 因为战场地的事 然后他觉得他受欺负了 然后让我下来 给他出头来 你出头 对 怎么就受欺负了呢 就是因为打篮球的事 正场地 然后受欺负了 然后那你下去了吗 然后我下去了 我肯定得下去 要不他能干嘛 然后人家对面了 就一直在嘲笑我们俩 就觉得他背窝囊 什么也整得我背没有面子 我其实我是没那么想 我跟人整场地都吵吵 打起来咋办呢 我就就是把他叫下来 就是女的跟他说 就是像评论里啥那种 比较好一点嘛 就是 你说你那是要找个中间人来 男的又不能把他打地 那我要是挨打了呢 那你挨打了 那我报警呗 那我要打伤了呢 我要被打伤了吗 那你被打了 那你打伤了 我再上的话 那我也被打伤了 咱俩不都被挨打了吗 这样不都非了吗 你可真聪明 后来就被这事吵个架是吧 对对 还发生过什么呀 然后还有就是 上回就是我看了一个电视剧 然后那个电视剧叫《归去来》 关于刘雪的一个故事 然后我就偶尔就会感慨一下 然后恰巧我前男友也是 就是刘雪跟这一方面有关系的 然后他就给联系到一块儿了 然后为了这个 还去看这部电视剧去 然后又发现里边那个男主角 也带个彻子 就跟我前男友那个名字里边 彻子是一样的 然后就开始跟我吵了 那我觉得这事就是 他出现的就 他说是巧合 就一万个巧合都加一块儿 我就觉得不是巧合了 我这是合情推理啊 不是你推理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这电视剧就是男主 就是出国留学的嘛 他男朋友也是出国留学的 然后男主的名字有个彻子 他前男友也是有彻子 他肯定是在想念他前男友 哦 就思念这前男友是吧 我前男友都回国了好吗 那你咋知道 你前男友回国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听我闺蜜说的 然后你还以我名义 然后试探我闺蜜去 我试一样 我还以为你们是徒儿呢 什么都是徒儿 你让我怎么办 我真的很累 你真这么想啊 听见 真的还追个剧 你就觉得他要旧情复燃啊 或者思念啊 他要是看北京遇上西雅图 我也不可能想别的呀 那咱不说这个 咱说个别的 大三的时候 你不实习嘛 然后人家老板让他干那个 什么粗活啊 累活 这不肯定都是实习生 需要干的事嘛 然后人家不干 人家说我是来学知识来的 不是跟你当小工来着的 人家老板说那行啊 有脑子 那你出点点子吧 在专业上出点点子 他又说不出来 那么大一个公司 他一开始 就让我一个实习生去出点子 我肯定想不出来呀 再说了我上去 我确实是学东西去的 他在家我干那些活 干活不就是学习嘛 你会干吗 他干都是一些零杂活 你会吗 零杂活当然会 是个人就会啊 那你不一定会哦 你看 你信不信啊 你看 你看 心是虚的这孩子啊 那你再说说 人家老板说了你几句 你为啥哭了呢你 他还哭了 一拿呢 说几句哭了 我觉得哭它是一种表达方式啊 我头一次被人这样 都是劈头盖脸的说一顿 我只能忍气吞伤地受着我 最后就哭了呗 你还忍气吞伤 老板忍了你两天给你开了 这你干的 那他不还还没给我工资呢就是 他没有 你还找人要 就两天工资 你找人要一星期的 一天工资我去了 我干活了 他也得给我钱呢 你干啥活了 啥活也没干啊你 还有就是 你说每回我跟你出去玩去 然后都在男生宿舍楼底下 等你一个来小时 然后就在楼底下等他一个小时 不是男生等女生吗一般 对啊对啊 我也在疑惑啊 然后男生宿舍楼底下 一个女生也没有 我在这儿直隆隆地等一小时 在干嘛打游戏 没有 我也不能就是一下子搜一下子就下来啊 我得一点点的就是 他高了他得倒是倒是 收拾收拾啥的我再出来了 你收拾啥啊 就是收拾收拾啊 不是你的收拾都分几步 你给我们介绍点 收拾一多少时我想象不到 这时间我觉得过得特别快 也是挺无语的 然后好不容易 我等了一个小时出来了 然后呢那个走在马路上啊 看着点能反光的地儿啊 就跟那照 我跟你出去 我注意一下自己形象不对吗 你也不愿意我出去 这就是邋里邋遢的出去吧 我跟你出去 我形象好点 你不也好吗 那你也不能让别人看着 跟你是个怪物似的 行行行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你觉得你有地方 都坐了全对吗 你不也有坐了很多不对的地方吗 你说我自恋 你其实不也喜欢小鲜肉吗 你不也让我去往那方面 就是穿衣打扮啥子 我都觉得凉里凉气的 然后你还爱带着我 到你闺蜜面前去炫耀 就是看我男朋友什么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还爱看街舞 就是让我去学街舞 你这事你真的有脸就说 哎 学街舞 我上回给你报了个街舞班 你去第一天 就你做了那么一个动作 就给腰给扭了 那我不也是为了你吗 我腰里了我说啥了吗 这也算工伤吧 你个男的身体那么不好 咱俩这段感情 你一开始就是挺强势的 你一开始就是什么事都爱管 什么事都宠着我 你现在咋就 等等 不管我了 什么都宠着你 对 对 现在怎么不管我 这是男生的心声是吧 我觉得时间长了也会累啊 他变了 我 我变了 我那是终于明白你长什么样了 他长什么样 就是现在这种样子啊 我需要让他改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慢慢吞吞的 然后什么又自恋啊 又玻璃心啊 反正真的很累跟他在一起 女生会觉得说 我不能再这么照顾你了是吧 对 因为你会发现男生 不管是跟同学相处 还是放到社会上 你会觉得他相对的幼稚一些 对 男生怎么个意思啊 反正就是我觉得 你这恋爱谈得累吗 我不累 对 你是不累 我累 你谈得开心吗 开心 还想谈吗 想 那人家要分手怎么办啊 改吧 那么改什么呢 就 按照他喜欢的样子 我尽量去改吧 不是 他喜欢什么样子呢 内心难忍点呗 女生是期待有一个可以照顾自己 或者说可以让自己靠的肩膀 对吧 结果你发现你的男朋友 是把你当肩膀靠 对吗 靠累了对吧 你是真想分手 还是来吓唬吓唬她的 我是真的 怎么说呢 也不是真想分手 也不是不想分手 就是想让他改一下这个毛病 如果改不了 那只能分手了 因为我也特别累啊 不许哭啊 没有 没有 不会哭吧 不会 就是今天如果他走了 你不会哭吧 他要走了 我估计会哭了 就不哭死就行了 来来来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平常妈妈说什么都听什么吧 啊 差不多 是吧 看到你之后 我就会特别的反思 现在对于男孩子的教育 我们有的时候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 然后不希望他受到挫折 但越是这样过度的保护 就会培养出这样的孩子 好孩子 但是教条式的认死理 还间接式的好吃懒做 就是你看你办的那几件事 说去实习 你一个实习生 让你干什么不是应该的呀 你呢 觉得我是人才 我端茶倒水 我这些不能干 然后 恰恰让你去发挥你的所长的时候 然后又往后退了 哎 我就一实习生 你说你这么大一公司 让我出谋划策 那我哪担得起呀 你这不自相矛盾吗 让你挑大梁 你挑不起来 那让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你也干不了 包括你看你们两个人 在恋爱当中 凡事把她推到前面 就争球场的那个事 你让女朋友下来为你出头 就是一直被人保护着习惯了嘛 你把她也当成 像妈妈一样的人物 应该过来保护你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需要 一段时间的自我成长 女孩呢 我觉得第一点你不是引领者 你不要想着改变她 把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不可能 既然不是你要的那个人 你就按照你想要的那个标准 去找一个就好了 然后也不要去嘲讽 或者说也不要 你看你哪像个男人 不要 就是告诉她 大大方方告诉她 我可能不喜欢这种类型 我们不合适 你找一个你爱的类型就可以了 好吗 好的 祝你们幸福吧 谢谢 你听女女朋友的话吗 听 那你还会 让女朋友在底下楼下等一个小时吗 不会 如果遇到跟其他人冲突 你还会叫你女朋友吗 不会了 不会了 不会了是吗 以后不会了 真的吗 你觉得她说的你信吗 发生那么多事了 我想看实际行动 其实你对她的耐心 也基本到了尽头了 22岁快毕业了吧 她已经在毕业实习了吧 对 你觉得她在实习单位里一无所获 被老板殉情剧就哭着鼻子被开掉了 充满着对她的不认可和失望 她不是一个能够担当其你所期望的那种 那种责任了 尤其是面临着毕业 马上步入社会 你会发现 她越来越离你的期望值越远 即使她偶尔会勤奋 或者说会听你的话 但是你难道会教她去成长吗 你本身你就是不够成熟的 所以说男孩 真正听长辈的话 但那是孩子 真正要有独立的见解 尤其是步入恋爱当中 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是一个男人 是值得依靠的 我觉得你们基本上 这个节目之后就是最后的时间了 你们俩之间不可能走下去我觉得 就这样 我倒是觉得还有一丝希望 我想送给女生的话是 无论是面对这段感情 还是如果真如曲总所说 今天是你们最后一次的交流 那以后你还要踏入新的感情 莫忘初心 我相信这个男孩身上一定有打动你的地方 所以你才能容忍他 诸多么看起来 怎么那么幼稚不成熟 甚至有点让人可笑的行为 所以请你好好的去问问自己的心 你爱她的是什么 厌她的又是什么 你对她的爱能不能足以包容 这样一个不太成熟的男孩 如果不能 那就离开 没有对错 你等不了她 也没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从这段感情中 汲取的经验就是 我们去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 真的要记住 我最核心从这个人身上想要的是什么 不要要的太多 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 只能是抓住感情中 让我最觉得值得的那一部分 然后包容地走下去 小伙子我想送给你的是 不管这段感情能不能继续 你的生活真的需要营养 即便说我们现在弱一点 过去被保护了 那我即便出现了问题 希望女朋友出头 去跟别人理论一下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感恩 你要知道 他们如果要打你 我拦在你前面 即便是她想到了前男友 去看了那个电视连续剧 你就不能从那个剧里边吸取点营养吗 你看看书彻是多么的正义 多么的有情义 看看女主角 多么的独立 多么的自尊 咱们让生活有点营养 就不会让女朋友挑三拣四 看不上你 所以我送给你的祝福就是 以后让自己的生活多些营养 少些软弱 自然你会变得可爱起来 谢谢两位 那个《归去来》当中 送书彻去机场的路上 她的父亲跟她说了这么一番话 她说每一个经历过坎坷和挫折的父亲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轻轻松松 无忧无虑 不畏斗米折腰 不畏金钱媚骨 什么是父母 父母就是明知孩子 不吃不喝 以瘦为美 却偏偏认为他们缺衣短穿 饥寒交迫 明明知道孩子为了摆脱自己而追求自由 却总是认为他们流离失所 她把这种爱 总结成是一厢情愿的爱 但父母这种一厢情愿的爱 就往往培养出来的是这样的孩子 她其实特别像《归去来》当中 书彻的女朋友的那个弟弟 娇生惯养 没有能力 只知道吃吃喝喝 但是也很善良 很单纯 我相信你喜欢的就是她的善良和单纯 如果你内心一直希望她能够像书彻那样的话 那你也变成了一厢情愿的爱 她的生活环境 她长期以来父母对她的教导 给她滋养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想要把她改造成 特别独立自主人格独立的男生 那就很难 你会花费很多的功夫 这事儿必须她自己明白和觉醒才可以 如果你认为 你不能接受这样的男生 我不能因为她的单纯和善良 就接受她的无能和不作为 那你就尽量走 如果你觉得你能接受 或者你认为你有能力帮助她去改变 你愿意去付出 那你就留下 虽然我认为这很难 改变要靠自己 好吗 好 好 就这 进到爱情的门槛里 自己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想清楚 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那种 想清楚 好吗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刚才老师们也都说了 就是这么长时间 其实跟你在一块 我也改了好多了就是 感觉自己就成长了点 也学到了挺多的东西 我觉得吧 咱俩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 然后也不是说没有特别好的事情 就是甜甜蜜蜜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 就是改一改我今天所说的 就是你的缺点 就是你的缺点 因为如果一个人 永远在宠一个人的话 他会特别地累的 这段感情不会特别长久 好了 时间到了 两位去开箱吧 看看彼此在记忆箱当中 放了哪些记忆进来 有 这一声放在记忆箱里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就是陶瓷晚 我们俩之前出去玩的时候 一块做了一个 但是因为就是吵架 生气 他就给摔了 然后我就又自己 就是偷偷地跑回去 我就自己又做了一个 明白了 女生拿的是什么 是一个钱包 他上回闹别扭 然后嚷嚷着让我送他礼物 然后我去打了一个月的工 然后给他买的 那今天为什么要带这个钱包来呢 就是让他看看 我为他付出的这些东西 我希望他记住 女生 我提醒你一点 你也请记住啊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男人 就是这么一个 你眼里没用 没有长大的男人 会在你把一只碗撤掉之后 他再去做一只碗 行了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小朋友请回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传属天使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愿有一个传属天使 愿有一个传属天使 我哪里还是有别的迷惘 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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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请回 请 祝你们开心 谢谢 我一定还在承认 我绝望的一人 生命只有黑夜 谢谢啊 请回 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大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结婚18年了 从他一无所有开始 一起做小生意 到现在买车买房 一路同甘共苦 去年他开了公司 开业第二个月 他就搬出去了 说是要一心铺在公司上 后来我才发现在 和别的女人同居 到现在一见面就吵架 用各种方式逼我离婚 我们还有一儿一女 我该怎么办 抛弃糟糠之妻的男人 想必他的事业 也不会成功到哪去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的 罗子军就是你最好的榜样 并且最后想对你的先生说一句 男人的成功 其实是来自欲望的控制 当你的事业成功的时候 家庭不会给你带来什么 但是如果当你的事业 失败的时候 失去家庭 你就一无所有了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保湿 湿湿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股方鲜红糖 鲜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模的 收谈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